嗨,你好啊,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叫游泳器 欢迎来到游说训练 我有一个习惯实验室群 主要的用意是邀请想要改变习惯的朋友 一起来改变习惯,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通常经过这个习惯实验室群而毕业的群友们 大部分都了解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习惯 改变一个习惯的过程 所以基本上有了知识 接下来他们要的就是回到现实生活中 去落实,去继续的实验 有时我就发现到蛮多的一些群友 当他离开习惯实验室群以后 诶,一段时间 小习惯已经没有再进行了 而自己又仿佛回到原来的生活 当然群有它的作用因为大家在一起 可是有很多事情不能够靠群 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 是还是不是?是呀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群友回到去 个人的时候就有一些困难 无法继续进行小习惯 继续改造自己的习惯呢? 很大的原因,因为它少了强化物 也就是少了强化管理 所以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强化物呢? 举例,我在培养建立习惯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要告诉自己 这个东西重点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要一直冲动 一直冲动,一直间隔重复 才能积累养成习惯 因为习惯一致要不断不断的重复 是还是不是?是呀 那什么是强化物呢? 这边提供三个方向给你做参考 第一个方向呢,叫做自我肯定 通常,比如说我在做任何小习惯的时候 一做完之后呢 我一定会给自己一些奖赏 这些奖赏不管是有形、无形 还是精神上的、形式上的都要这样子做 把它变成一种形式也是很重要 举例,每当我录影的时候 录完影,我会做什么东西呢? 我会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告诉自己 YES!我会用一句话 这三个英文字叫做YES YES!给自己肯定一下 是的,待会录完这个影的时候 我会定格一下,然后会做这个动作 YES!这样子每一次做完这个录影的时候呢 我就得到一些奖赏 自我肯定很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啊 先要自己要拍拍自己的肩膀 告诉自己,哎!做得不错 这样子的话呢,脑袋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快乐的 我们很多时候要改改 在改变习惯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困难、一些痛苦 如果生活上少了乐趣 那么做这件事情就非常困难 而且不容易支持 继续的下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第一个 请你 不管做任何的小习惯 后面一定要加上自我肯定 再来,另外就是呢 也可以透过别人的加持 有一个太太,她一直要减肥要瘦身 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完成 后来她想到一个办法 跟她先生沟通说 先生啊,如果每天我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做运动还是减少一些 饮食的一些过程等等 凡是有做到的话 先生,你晚上一定要赞美我 给我一些肯定跟鼓励 哎,就这样子过了好几个月 她果然她的计划 不错,做得蛮好的 所以啊,有的时候靠自己是无形 没有办法 很无奈 那怎么办呢? 请别人帮忙是一种方法 举例,我早期在演讲的时候 当我在办课程的时候 因为有助理陪同 所以助理也常常知道我在讲什么 有的时候助理的表情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因为我讲的东西讲的好还是不好 在那个时刻,那个当下 助理是比较清楚的 他一个表情也许会让我 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无法 让自己更high起来 后来我跟助理沟通说 助理,不管我在讲什么东西 只要在课堂当中 你进到课室的时候 一定要麻烦你 给我加持 请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因为 你这样子做的话会帮助我 更顺畅的把内容 把整个气氛带动起来 至于要检讨的部分 讲的不理想的部分 我们事后 离开的这个课室 结束以后再谈 是的,就这样子 我的课程呢 会越走越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再来就是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比如说我发布了这个 视频 之后如果有任何的 群友,任何的网友 给我任何的回馈 我都会感谢他 谢谢他的加持 为什么我一定要回应跟感谢他 如果我看到我一定会回应 可能比较迟 但是我一定会做 的原因 是因为当我这样子做的话 无形当中给我一个暗示 就是别人 肯定我,别人喜欢我 不管是他是真的假的 或者是 是否喜欢我 但是至少我自己在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透过互动 我会给自己 心理暗示说 我做这件事情 是有加强作用的 加强务是非常重要 因为加强务 主要是能够提升 我们的能量 能力 的一个 步骤 一个过程 不要相信我讲的 请你自己去 试试看 如何 创造加强务 如何透过加强务来改变自己 让自己的小习惯 继续的进展呢 我们谈了两个 一叫做自我肯定 二就是他人的加持 第三个 不再惩罚 什么叫不再惩罚 有些人做小习惯他每天都要连续做嘛 那有一天没有做到的话他就会惩罚自己 比如说什么呢 好我今天比如说我要做虎卧撑 做每天做五个虎卧撑好了 今天忘了做或者是少做了就会惩罚自己 明天就会加倍奉还 那这样子来打压自己 你觉得 会妥当吗 我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挣扎 有一些痛苦已经 尽我们所能的去做了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都要做好 那为什么还要打压自己呢 也许 透过肯定的方式 更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过程呢 更加的 幸福美满 更丰富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在做任何小习惯的时候 忘记了 或者是没有做好 或者是做不到你理想 理想 理想的状态 请你不要打压自己 我通常会怎么告诉自己 我除了yes以外 我会告诉自己 有做就好 糟糕的执行 总比没有完成更好 是啊 有做就好 要很开心的去接受这件事情啊 好啦 今天跟你分享了三个重点 请问哪一个 你最有感受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分享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你做三件事情 第一 请你订阅 同时 顺手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在发布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得到提醒跟通知 第二点个赞吧 第三 请你转发给 一两位好朋友 让他们也收到你的心意 至于 习惯实验室群 如果你要加入的话 也欢迎你 怎么做呢 先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会再发申请书给你 审核通过以后 就欢迎你 一起来改变自己的习惯 创造新的 可能 今天的游说训练 就跟你分享 到这个地方 我是 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 叫游泳气 下期节目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